要買什麼禮物給羅琳啊 這方辰熙 說好要幫我寫卡片 還要幫我挑禮物的 現在是怎樣 放學了找不到人 虧我幫你當最好的朋友 好你個方辰熙啊 趙家俊 你找死啊 方辰熙 你下車 辰熙 別動 趙家俊 你不想活啦 我三番兩次不說話 不代表我忍你喔 陳文輝 我是跟方辰熙講話 找到什麼作業 家俊 你幹嘛 辰熙 我 家俊 我已經答應 跟陳文輝去看電影 我是不會跟你走的 可是 辰熙 今天是你的生日耶 對 今天我要幫陳希過生日 所以我要帶她去看電影 跟你帶她去看電影 為什麼 你生日不都跟我一起過的嘛 對 以前是這樣 但現在 你一心只想著 送羅琳什麼禮物 哪有閒工夫 管我怎麼過生日啊 是一馬歸一馬 你閒工夫 我一言即出四馬難追 我已經答應的事情了 就廢去不肯 就廢去不肯 不會 我們走吧 走吧 走吧 陳希 上車吧 陳希 坐穩了 抱住我的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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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趙家俊 不要 走 十萬馬力衝啊 衝啊 哇 陳文輝 你為什麼跟他去看電影 你應該就是要跟家俊哥 一起好好過生日才對啊 算了吧 你家俊哥 只管送羅琳什麼禮物 哪有時間管我怎麼過生日 怎麼會 家俊哥還去鬧了一場 可見得他不喜歡你跟陳文輝在一起呢 是啦 他是不喜歡我跟陳文輝在一起啊 欸 可是 我真的沒有高動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耶 他會這麼做 是因為 啊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在生我的氣 之前我跟他講好 放學前要給他送給羅琳的卡片 小氣鬼 所以到底為什麼 你和陳文輝去看電影啊 這故事說來話長啦 反正呢 就是我欠陳文輝好大一個人情 所以 他要我跟他看電影 當作還他人情 我也只有點頭的憤怒 那 他有沒有趁電影用霧氣媽黑的手 偷在你屏 你想太多了啦 人家陳文輝很紳士的好嗎 還沒有你說的那樣耶 真的 真的 趙家俊 明知道今天是人家生日 到現在 一點表示都沒有 十二點都快過了 人家生日都快結束了耶 還沒想到 喵 喵 喵 中天綜合台全新戲劇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這些年那些事